嗨 各位動心 大家好 各位請坐 我們第二隻口 現在來開始 下課的時候 有動心 沒關係 我先等你們講完 可以了嗎 OK 好 謝謝 沒關係 It's OK 我們剛才有動心去問就是 我們ID身份證的這個事情 我先來講到 一般我們ID身份證大概分成三個級別 第一個 我們的主上 如果是在1945年9月2號之前 就是簽訂授祥書之前的那個十日開始之前 你有涉及在台灣的 就是所謂的本土台灣人的後代 也就是皇民後裔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身份證出來就叫什麼 編號就TW 如果 你可能是就一半的身份 可能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媽媽 另一半可能是 其他的血統 這個部分就是PTW 好 那如果說今天我不是這以上這兩種情形的話 就屬於第三種嘛 可能第三種就是 當時候隨著 蔣介石集團 來到台灣的 然後他們就是 中國跟中國 結合下來的 來申請身份證 我們給他的編號就是C1 這樣清楚嗎 但是這些東西都沒有關係 因為根據國際法 他有規劃的問題 不管你是PTW 不管你是CE 只要經過執政六年 我們民政府執政以後 開始算六年 到時候有規劃 你在宣誓效忠台灣民政府 宣誓效忠本土台灣人 你一樣可以恢復為怎麼樣 TW 這是我所知道的啦 如果說有不足或者錯誤的話 我們可以有機會 我們在高級班的時候 再請教其他講師 或者請教我們秘書長 我所知道的就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可能我們接下來就要談到 1894年 我們是不是清朝講完了 就講到 就什麼 日治時代 對不對 人家都知道 一百九四年 那年叫做九五年 九五年有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好 我們都知道家武戰爭嘛 對不對 那你看喔 我們教科書上 都把家武戰爭 歸罪在誰身上 日本人對不對 日本人對不對 日治軍侵華嘛 是不是這樣 結果 NO 不是這個樣子 家武戰爭 的原由 是來自之前 在1862年那時候 六二六三那時候開始 因為你知道 日本的旁邊 是哪一個國家 韓國 對韓國 所以說 其實在那一百六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 日本人 就去到哪 去到韓國哪 在那做生理 可是那時候的 大清帝國 他在做什麼 好啦 我再請教各位 我們怎麼知道 中華民族 是什麼族 中華民族啊 都叫漢族嘛 對不對 有的說 不是那個不滿族 不知族 不是那個 我們沒有在說那個 其實他叫做鳥頭族 什麼叫鳥頭族 你看他交了嗎 頭啊 很大圈 嘴很尖 有沒有 阿賭很小 有沒有 那形狀不是很小嗎 那就是怎樣 頭大圈就代表怎樣 主義為師嘛 全世界只有怎樣 只有中華民族是唯一的 對不對 金康是怎樣 蠻移之邦 蠻莫之邦 其實在五胡亂華的時候 他就跑到亂七八糟去了 那也自己在自以為是 阿鳥頭族 就是 我可以做的 你不能做 我可以怎麼樣 你不能怎麼樣 你怎麼樣 就代表侵略我 然後他們去侵略別人都沒關係喔 阿水很沾 所以他們說話 都很難聽 很賴 心胸怎麼樣 很狹隘 所以叫做什麼 鳥頭族 不要緊 中華民族就是什麼 鳥頭族 不是交曹白喔 鳥頭族 阿真的阿 他們表演出來就是怎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阿 好 我們剛才說到 因為這個清朝 怕說 日本去控制到整個韓國的經濟 和政治 所以你知道 大清帝國阿 他就去 用強勢的武力 去介入韓國 簽訂一個叫做 中韓經貿條約 結果裡面其中一個條叫什麼 自外法權 什麼叫自外法權 就是說 我是清朝的人 我去跟你韓國 我如果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情 違反到你的法律 哪怕是我殺人 強姦放火 韓國這樣不可以幹什麼 不可以 這叫做自外法權 甚至他們除了自外法權之外 他們也在 在韓國 把他整個 弄一個類似這種 叫做 以前 呃 什麼上海 一個什麼什麼 租界啊 就大概都類似這種 這種情形 就是說這個地方是我的租界 哪怕是你是韓國人 你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立敗 這有說白 沒說白耶 是因為這樣 慢慢在引發日後的怎麼樣 家武戰爭 他們自己說 都說自己好啊 那不對啦 那是日軍怎麼樣 幹嘛怎麼樣 其實 在當時候的世界的輿論 都是偏重在指責 清朝不對啊 所以 家武戰爭結束之後 北洋軍隊 是不是整個全軍覆沒 所以隔年簽訂一個什麼條約 馬關條約 其實叫做下關啦 你是在日本的下關的地方 簽訂的 所以叫做下關條約 那是這樣啊 所以之前的一些事情 的歷史 我們都沒有了解 為什麼 都叫蒙蔽 當下關 這兩天好像有看過那個 下關條約的內容嗎 有嘛齁 該做的就是什麼 大清帝國陛下 與大日本天皇陛下 簽訂嘛齁 將台灣與澎湖 以及周邊列島 完全讓與什麼 日本天皇嘛 其實那時候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叫什麼 叫什麼 那時候各讓三個地方喔 蛤 不是釣魚台啦 釣魚台是含在 台灣跟澎湖的周邊列島 沒關係啦 欸對 就是奉天 就是遼東半島 我們給這位同心一個掌聲 不錯 讚 可是後來遼東半島 怎麼了 後來怎麼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後來遼東半島 又把他給還掉 因為根據戰爭法 根據國際法戰爭法 只有殖民地可以怎麼樣 割讓 如果是固有的領土 這個就不能割讓 所以我們從這個當中可以看到喔 領土跟殖民地 它差別在哪裡 你如果是領土 這個很重要喔 就要有主權 義務 再有主權 引申什麼 主權 權利 那如果說你是殖民地呢 就先有什麼 主權權利 再有什麼 主權的怎麼樣 EU 所以說 離除世界大臣結束之後 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 天皇陛下 是將台灣的什麼東西放棄 主權的什麼 權利 為什麼 因為台灣和平條 在1975年四月前 是怎樣 實施民治憲法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將整個台灣跟澎湖 就變成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內地延伸 那個時候就是 日本天皇的地方 它的就變成領土 我們就是這樣 這就是這樣 皇民 大日本帝國的怎麼樣 成民就是皇民 所以這個觀念 我們要先釐清 我現在也說到 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可是主權義務 是在主權權利之前 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它不能放棄 只能夠放棄後者 只能夠放棄後者 有沒有 所以它的怎麼樣 主權的義務怎麼樣 依然存在 這個是萬國公法的準則 所有人都必須遵守 就像我那 小孩的感慕犯一樣 有了解嗎 不過你如果說到 它的殖民地呢 像台灣 是不是美國的軍事佔領 那美國為什麼可以 對我們造成軍事佔領 它就是因為怎麼樣 因征服而怎麼樣 佔領 這根據整個戰爭法 在說就是這樣 它是因為 征服而佔領 所以如果當時候 像現在他們中華民國 還是一組的學者在說 他說 我們台灣 自國以來 就是怎麼樣 是民地 對不對 如果是民地 假設說 當時候是 殖民地 以殖民地存在喔 如果 那時候舊金山河濱 簽訂之後 日本放棄主權權利 相對的 它的主權利不怎麼樣 也不去 這樣有了解嗎 這個觀念這樣 懂嗎 我還記得 例 譬如說啊 我請到在座各位 我們現在大的房子 是透天驗車拿手 透天驗車 來好謝謝請放下 你看喔 透天房子 如果這個房子是你的話 它必須要幾張權狀 兩張馬 一張土地 跟一張什麼 建物嘛 對不對 土地的所有權 土地的所有權 就是怎麼樣 領土 就是怎麼樣 主權的義務 地上物 建物 就是什麼 主權 怎麼樣 權利 今天 這位黑衣宋 我記得黑衣宋應該在座 這位黑衣宋 我們兩個人見 你輸我 輸我之後 我們有說好聲耶 如果你輸我 我現在沒家人住 你這間房子 要讓我住 先輸我 先說好了嘛 輸掉 輸掉了 輸掉了 好 經過七十年之後 我是不會帶母 會生的小孩 經過七十年 有可能我也做工啊 對不對 經過七十年之後 這間房子我住七十年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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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賣掉 我才有主權賣掉 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對嘛 因為我只有 陳豬的權利 我沒有主權 把這個地方賣掉 跟我們台灣 這七十年來 我們的國際地位 一樣 美國不跟我們 不願意說 日本天皇 也不說 我們台灣 台灣人 也不知道 所以 怎麼 都去給他們 他們這中國人 怎麼 把這個黑龍洗倒 有沒有 帶你走 帶你走 跟不成為主 我們台灣人 真的是可能 有什麼可能 他們現在民調啊 想維持現狀的 達七十幾% 這不是七十幾% 各位我們知道 什麼叫維持現狀 因為你說 我現在就很好 過得很好 有一個預言故事 就是這樣 有一隻 鴨子 從小時候 就讓雞 雞母來吃 你知道雞母 都會帶雞子 在哪裡 出去吃東西 這樣 現在有一天 那隻鴨子 看到 老鷹 在天上 在背 在翱翔 他就覺得 如果 我可以這樣 不知道 多少 旁邊的 鴨子 就把它拔下去 就把 那隻鴨子 就把 那隻鴨子 看起來 那隻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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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隻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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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家機有勢 但是什麼 意思是說 鷲若騎大車就要怎樣 放流掉的意思 阿你現在維持現狀齁 到目前為止未來台灣怎樣 我們如果沒有法理 我們如果沒有法理 跟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進行化 會讓我們奔透台灣的 真實的身份 總共會台灣的怎樣 沒去 為什麼 你看這個王政府的做法就知道了 美其民 要經貿合作 其實咧 他的做法不是要整個 像我們台灣整個送給人 要送給人嗎 那不是這樣 那種態勢很明顯 那種態勢很明顯 那麼大的法案 沒有經過整個 短短的整個幾分鐘裡面 馬上要強行過關 那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 那為什麼 我們這些本土台灣人 當然不是我們啦 因為我們是有sense的 我們跟一般 那種資源回收人齁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資源回收人就是說 會吃飯 會睡 那應用就來買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起床的 因為 國民黨 李蒙政府 來到台灣 他就是在做這種教育 是不是都田牙式教育 叫我們一直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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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時候 那時候就跟我們說 小孩子有錢沒錢 不要去買政庭 去告一 政庭 含滿有什麼 是不是都息息相關 對不對 前幾年呢 大埔事件我相信大家都還 歷歷猶新啊 大埔事件知道嗎 那個張家西藥房有沒有 硬是強行被 被拆除嘛 然後你看 幾十假的土地耶 那是幾十家耶 而後有機會的話 我說我們再見面 我把那個影片放給你們看 那些農民啊 我就幾代來都在這裡耕種 這塊土地 我就扣這塊土地在衛生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 不要 強行徵收 他那種訴求 那不是很渺小的 結果劉正宏 他怎麼做 是不是強行用公權力介入 一樣 我以前有 擦土去擦去就把你擦掉了 他有在關BASS的生活 蛤 就是這樣啊 因為你時間去動嘛 你用晚上去擦啊 他想說我把你做就做就沒關係啊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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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齁 所謂管齊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老廟的關 一年拿多少錢 說到這齁 真的進竹難書耶 那會又開始走起來 五百億 五百億 也沒有拿到一百億 也沒有拿到五百億 也沒有拿到五百億 說到這真的聽到一邊 阿賀白母 阿賀白母 他就去馬英九佛 他就去一個馬糞館 阿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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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LP有要在服好 阿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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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去選一個美國人來做台灣人的總統 其實不能講總統啦 因為只是台灣治理當局的領導人 可是也沒有台灣治理當局啊 現在也沒有啊 現在是中華台北經貿辦事處啊 是我們自己在騙我們自己啊 他們在騙我們自己啊 所以我們差不多講到嘛 你沒有改變 將軍賣就是怎樣 都沒有去啊 你有管理說 將處以後你的身族名都是怎樣 那種人沒有 你有希望將處以後我們的身族名 去頂颱風 可以直接把兔子脫下來 那種事情怎麼做得出來啊 真正你跟共識齁 我就覺得說 這不可思議耶 我覺得他們那種人種 我不知道最近你們有沒有去過香港 香港本來在英國統治底下 其實也算熱土啦 雖然說香港人比較勢力啦 不過屬性也是都 也過得很好啊 很繁華啊 很安定啊 自從一九九七回歸之後啊 我去年有去香港一次啊 不然我救死黨做我做都不會再去 交通混亂 因為那個整個中國人是寢潮到 因為離最近嘛 我們去那個海洋公園 啊現在是要有那個什麼 你的車都要排隊 啊他們就是 你看我們外國人齁 都有一條 梳子齁 角結這樣而已 啊我們就很生氣的齁 我們本土台灣人嘛 就騎了 我排隊了耶 就騎了 等嘛 啊結果齁 那個美其民大媽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去搶比較好的位置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們看他 他也當作沒有這回事 去到那裡 欸奧小 趕快過來 我覺得 他那種 那種俗性啊 那種 那種心態齁 真正差太多啦 我們真的希望說 未來有一天 我們會變成這樣 今年六月 六月啊 欸五月嘛 六月快到了啊 最近新聞而已啊 韓國開放怎麼樣 台勞啊 你有看過這條條文嗎 一國的薪水好像萬幾個萬六個萬八個 然後適用三個月 等於說三個月以後你表現我滿意喔 才聘為正式員工喔 你才有一些些薛許的福利喔 為什麼我們就要讓他這樣走 不要再改變 你只有靠法律 那就是我們現在 在座各位 我們未來怎麼 要走的路 其實我們現在都開始怎麼 創造什麼 歷史 創造我們自己的歷史啊 有可能 我們 比你們早 我們先走過一段了 不過我們在座各位怎麼 來得早怎麼樣 不如怎麼樣 來得巧 所以說 而且你知道了解這個法律齁 你就知道了 法律是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耶 世界未來的整個紛爭啊 都要透過怎麼樣 法理去怎麼樣 去解決 包含 那個 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 在二戰之前 是誰的土地 日本天皇 不可以說日本 因為日本 它是元首二元制 它有日本天皇的架構 跟日本政府的架構 所以說 日本天皇 在李祖世界大戰進行 你看喔 西南群島 就是東沙西沙南沙 包含北方四島 韓國旁邊的祖島 又稱之為獨島 包含台灣 跟澎湖 琉球 你看 整個這整個這樣 都是什麼人的 土地 都日本天皇 然後二戰之後 簽訂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時候才怎麼樣 做分配占領 因為那時候美國 它的軍力 沒像現在這麼大 沒有現在這麼大 所以它只能夠這樣怎麼樣 台灣 澎湖 分配給誰去佔領 蔣介石集團 包含那個 那個 越南 北緯十六度以南 從越南啊 胡志明市啊 之前不是發生一個排華事件嗎 有沒有 越南不是暴動嗎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中國人 蔣軍就武漢將軍 他就 奉著蔣介石的命令 拿到越南 他把 當時 越南所有的 牛室啊 一些糧食啦 一些物資啦 全部掠奪 送回怎麼樣 中國 所以第一說說 越南人啊 有兩百萬人啊 要死 兩百萬人餓死耶 你不怪說他這樣 那小中國人小到那種 然後台灣人去到那邊 他也分不出 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就怎麼 走回趴走回台 那其實 問題處理這些所在這裡 欸 你是 是齁 我沒講錯嘛齁 這是題外話啦 那只是 祖國以來 還是現在齁 沒那個無緣無故的啦 一定有那種 有那個原因啦 主島 才分配給怎麼樣 韓國 因為那時候韓國在二戰以後 才宣布獨立嘛 那北方四島呢 才分配給什麼 蘇俄 可是當時候 蘇俄做了一件 違反國際法的事情 因為當時候北方四島 因為當時候北方四島 他總有一萬七千的 日本人 結果蘇俄齁齁 像我用這個 用鑽子齁齁 把這個人全部再走 為什麼他有做這個動作 那個 那把他關掉 直接把他關機就好了 那個 那個 對不起喔 他做了一些違反 很嚴重違反 國際法的事情 就是 用船啊 把整個 所有的 當時候在北方四島的 一萬七千門 日本人 把他載走 當從怎麼樣 無主地 在佔領 因為根據整個戰爭法裡面 有叫做先戰原則啊 所以他就 他就要把他動作 這是無人的地方 變成我自己的地方 當時候 蔣介石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一樣 要求美軍 要做這個動作 當時我們 台南是有六百萬人 總之要求 美國 總之 本土台灣人 六百萬人 怎麼樣 全部 載走 他要動作無人島 這很要求 然後完全 完全 罔顧這個整個什麼 國際法理 他完全不理會 結果 美國人說 我只載你兩百萬人 就已經載到平平穿了 我哪有那一頓 還去載家 載家的問題 那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看喔 兩百萬人來到台灣之後 台灣才六百萬耶 所以 他是形同 滅種跟變種喔 對不對 他們來是不適生產嘛 他們是穿草的 草荷山 排麵包 排檔鍋 來台灣嘛 看到的 他要愛的東西 他就頭 他就夾 他就手 還比較離譜 就說 他來占之後 他是用外行人 才領導內行啊 你一個 不看過感情的人 可以去 湯匙做什麼 做湯匙床床 那是很離譜的事情啊 一個沒看過火車的人 可以去火車站當站長 然後他的薪水 美其名叫做什麼 有一個名稱啊 什麼什麼偏遠地區加急啊 他們的薪水 是本土台人的六倍 康水鐵 還沒死進場 因為有說啊 不要緊啊 歡迎我們 國民黨自己開的 為什麼他這樣講 一個法官 假設 底下五十個承辦人員 其中二十五個是他的家人親戚 你說不怪說 我們要怎麼搞 要怎麼搞 那還可以贏他嗎 一個五百里的 來到台灣之後 可以怎樣 做老書 做校長 不怪我現在營業了 這是一本書 是不是叫 This is a book 對不對 我以前要討論 你知道嗎 This is a book OK 這正經的啊 還有那個 那個三年輕 有沒有 那講那個 那是什麼人 聽到嗎 來做 我們的郭文老師 真的就是 就是這些人 那要講到這個 我想說這兩天 你們聽過 很多都進竹男書 我們曾經看了一個影片 拿刺刀 你看有沒有 沒死的 保護死 那二十五個 我大概稍微談一下好不好 我相信我講的 可能你們沒聽過 要不要聽聽看 好 二包事變 當然是 發生於整個 延平北路 為賣淹的事情嘛 可是我覺得 他們是有計畫 只是透過那件事情 刻意要整個 消滅 本土台灣人的 這些精英 當時候 私自輩的 私自輩啊 我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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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 律師 會計師 老師 私自輩 我告訴你 都有計畫的消滅 真正整個屠殺 本土台灣人 是在 3月7號 二十一軍 尾 雞人 上船 下來 我跟你說 他們就來之後 有沒有齁 不分青紅皂白喔 也沒有創殺火喔 有機關穿的機關穿 有穿的打 當時候 碼頭是不是很多工人 就在那裡開始打了 那哀鴻片野耶 穿衫在黑白堂啦 黑白開啦 你不是說 你住在家裡 就沒事耶 他現在在家裡 這些我都有 把原始資料 我都找出來了 你在家裡 男人打死 男人生的比較漂亮 怎麼 人們別說 留下 老弱婦孺 現在 你路邊齁 只要三個人喔 你三人走出去 他們的屁啊 看到 沒放在各位 就在那裡打死 我們米蠟裡面是不是一般就沒事了 照樣打死你 為什麼會有看到那種在 在拿刺刀在補的 不然我這麼知道 他們到學校去 早營啊 女學生喔 念高中嘛 是不是長頭髮 頭髮一抓 不管二樓三樓就直接這樣從窗戶丟下去 有的殺死 有的無死的 長腳長死的 是不懂得哀 他們會罵 罵中國豬 中國豬 這樣 他們就去用錢 堵無死 這些高中男生呢 他怎麼處理 生殖器割掉 他們不是只有槍斃你而已 把你殺掉而已 他是虐殺耶 我講這句話我負責 因為這些東西都有 資料都呈現出來 他不是說1945年10月25號是台灣光復節 對不對 我們恢復到祖國的懷抱 就代表遺憾是怎樣 自己人嘛 我們就是同胞嘛 這個是他們對待同胞的方式嗎 你會對待你的同胞這樣子嗎 會不會 那是根本的政策嘛 政策也不會做錯的事情 人家說虎毒不食指 他是我肚子餓我吃我自己吃而已 可是他是 無來有的 他是就是 搶取豪奪 是不是跟土匪是一樣的 一模一模啊 以前代表就是這樣啊 我...我什麼火 我比你比較...有無力的 我就是 滿足我的私欲 你有沒有知道喔 以前的警總 以前喔 以前喔 有那張怪獸喔 就有兩支架 一支叫做動員勘亂條款 一支叫做戒嚴法 他用這兩支喔 我就可以抓你 啊... 把你移 幫你行 一般不蓋這個 他們怎麼幫你照顧 是不是都會簽自白 自白之後 我就幫你慶善 不然幫你判行 這叫做白色恐怖 這沒錢耶 沒錢什麼錢 我們是有財產 對不對 我只要是舉報你 我可以得到百分之三十 有這個事情喔 我不管到底是你有做不做喔 你是不是通敵叛國喔 你是不是匪諜喔 我只要舉報說這個人是匪諜 我可以得到你百分之三十 不是 承辦人員啦 我幫你典啦 我幫你行發那個人啊 他可以得到百分之三十 你的財產 百分之三 其實咧 充公 這是 這兩天應該不聽到這些事情嘛 這屬性的事情啊 這沒辦法 會不會說的啊 那要說到他們喔 禁足難輸啦 你說一個學生 對他們有什麼傷害 有什麼影響 好啦 你真的要整個做這種 不要讓我們有輸送 有輸送 有輸送 你如果說這些 比較有地區的台條就算了 為什麼你屠殺這些學生幹什麼呢 你露燈看到 你有手機 他摸摸摸對不對 你有鏢子很漂亮喔 不用給他拿起來 不是撥掉耶 手撥掉 鏢子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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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說我們現在這樣 港公發理 會怎麼樣 很辛苦 所以說一隻 我們讓自己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願意 來學習法理 來透過法理 來改變 本土台灣人的命運 我剛才有說到了 我們開始為什麼 要撥我們的立書 我們已經有撥一步分期了 現在接下來 就看各位了 當然啊 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啊 我可以選擇說 我回去之後 繼續當資源回收人啊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我要說過啊 吃飯睡覺買東東啊 那叫做 有這粵又有 混糊 錢錢有什麼 什麼 的就是這樣子啊 其實什麼 很多人 換了喔 不過 那根本是 沒有輸送 沒有靈魂啊 我們覺得要做這種人 讓我們自己可以選擇 因為這種 選擇 是每個人的權利 我們也可以選擇說 大家共同來打拚 趕緊讓我們大民進去 趕緊接種 趕緊去選擇法利 這樣開始來學習 沒有那個就說啊 那一禮拜就 什麼會都會效 我相信說 這種人 因為法利很親 不是我們身為 還是說 江蘇 用兩隻口 來稍微講一下 我們大家 完全會了解 真的沒有 新台灣論 真的要看 秘書長的論註 真的要看 我們 那個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每天要進去看 因為我們秘書長 他有很多東西 會在裡面 包含以前的 包含現在的 他都會寫 都會看 然後最重要的 你了解了之後 你一定要去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這是怎麼樣 我們的權利 這些杜魯們說的 蔣介石一家就是桌 因為那時候有美館 還有十年了 結果 一部分都去給 送美鳞 拿去 拿去美国 保住紐約的房地產 保住巴西的聖保羅 這個我們剛才有說到 他的整個 一個 那個日本天王的領土 這個地方 我要跟你們說這張 這張 現在沒有一個選團團 我們怎麼會跟他們說 好不 我們現在拿這張 就代表 我們要拿這張 對不對 這張綠色 就我們現在拿 Passport 不是這樣 你如果拿這張 就代表你就拿這張 因為中華民國的理行政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你如果拿這張 就代表你拿什麼 中國的負責喔 所以說現在他也有在辦 旅行證件喔 你一定要跟你們的 親家朋友說 千萬不要辦喔 你如果辦了就代表你是中國人喔 你辦了就代表你是中國人喔 那所以我們現在趕快 為什麼要拿旅行證件 那琉球跟台灣一樣都是在二戰以後被占領的地方啊 那為什麼他們就拿旅行證件 我們就要拿難民護照 那就沒辦法啦 命啦 我們就比較難民啦 就去找那些柴子 來跟我們擠領啊 代理擠領啊 做一些俄羅勞做的事情啊 還有在一九四六年 一過十二日 用一則訓令 把奔透台灣人那時候皇民啊 全部規劃的中華民國國民啊 國民是代表居留耶 那不可以雙計 不可以做兵耶 在1949年12月28號 他就把我們徵兵了啊 所以這個都是違反戰爭法 違反國際法 那你看喔 你拿這一個 就等同這一張喔 這張什麼 美國護照啊 你看喔 這張美國的 這張加拿大的 這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他們的選都什麼選的 你看 深紅色嘛 深藍色嘛 深藍色嘛 對不對 沒有綠色嘛 對不對 這明明說我沒講話嘛 沒亂講話嘛 沒亂講話嘛 我們現在齁 在外面的選團齁齁 台北都用這張啦 一般現在很多人 要把我們質疑有沒有齁 質疑說我們這張是假的 這個晶片也是自己造假的 我剛剛是不是談到了 這個有沒有看到 USMG TCG 有沒有 他這裡就有講到這大話喔 主要佔領全國是不是齁 美麗間合眾國 就是什麼 美國嘛 USMG 他才有講到啊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 跟日本國民的財產 有出分的管理嘛 所以說 今天 他要將 接警款 交給我們 大民政府 也是什麼人的管理 美國軍事政府 要請 流氓 中華民國離開的 也什麼人 軍事政府 對 所以在舊金山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4B 23A 跟2B 這個東西 我們一定要 記得很清楚 這種晶片 你們大概只要記得這幾件事情 就好了 第一個 流氓不得怎麼樣 就地合法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兩句話 加上說 2B 將台灣跟澎湖 的主權權利 怎麼樣 放棄 可是他沒有講 他的搜索國是哪一國 但是在23 有講到啦 他的主要佔領全國就是 美國 這裡我用一個雷改歲 就是說 今天 我們有這幾個 合作要開一間公司 我佔61% 就代表我佔大國嘛 我佔大國 我要分 分比較多 分比較少 分比較多嘛 所以當時候 獨立打太平洋戰爭的 是哪一個國家 美國 所以說要外出 我們問 欸 那時候什麼人來 訪問我們台灣 欸 有人還跟我說一分欸 欸 我真的是 沒想到欸 真的啊 我們外出 都有在分選團 我請教一下齁 啊 當時是那時候什麼人 來 來帶台灣欸 欸 日本啊 齁 都歐他 三條線 啊 不能怪他啦 代表說立方政府 怎麼 交友怎麼 成功 成功 真的是成功啊 對啊 啊 不過好告訴我齁 真的天佑台灣啦 有一股齁 真的是叫做非人啊 我們就是非人 你知道嗎 不是人 你知道嗎 我們有敲碗的地性 佛祖的混變什麼 叫做佛人 叫做佛嘛 那叫非嘛 非人約佛嘛 所以我們就是要怎麼 來做什麼 佛菩薩的工作 啊佛菩薩在做什麼工作 無私的奉獻 我們就是要去怎麼 選團法例 叫人來辦新聞件 叫人來上課 來了解法例 因為佛一個人一定要怎麼 佛一個力量嘛 佛一個力量嘛 佛一個力量 我們台灣人 要出頭天的機會怎麼 那個時間怎麼 這要縮短嘛 其實這七十年來 我們 台灣的兩項東西 完全沒有去 我最好要用這裡 來向大家 我們保障來免內 第一就是什麼 台灣識別 第二就是什麼 台灣的價值典範 我們以前都在說啊 第二就是問風 第二就是造工 我們都在說 哎呦你就要做一個 風什麼 會探聽一 那叫做什麼 有家教 我們有發現我們現在的孩子嗎 我們現在的下一代嗎 我們的教育怎麼樣 有沒有出問題 出很大的問題 吸毒的 吸安非他命的 吸K他命的 這個問題實在是太氾濫 包含現在的食安問題 一直在荼毒我們的下一代 各位你知道我們現在所吃的東西啊 會讓我們的整個血管壁整個硬化咧 這個台灣識別 台灣的價值典範就是我們的根啦 我們要怎麼跟他們說 我是本土的人 我本土的人代表是什麼東西 以前的路不思議 夜不庇護 我們的治安就是這麼好 我們就是這麼有夠用 我這兩天從日本回來 我們看到的 人日本從高通 我們去五天 我跟他跳一聲六百聲而已 因為那個六百聲 就是因為我們要去 一條八坡川 都穿西裝嘛 還要去我們的民政府的代表旗 隊伍都很一致 很整齊 這樣在走 我們綠燈走過對不對 現在他們的車就停在那裡 應該是看得太空氣你知道嗎 去後面跟其他八 就這樣而已 只有那些而已 不過我跟他說去五天 完全沒聽到 什麼喇叭的聲音 真的 真的很多東西是我們要學習的 我才再說一個 跟教育 因為時間不夠 最後我講一個教育 我有一個 和一個老爺爽 他經過日治時代 結果 他和他們 做兵的時候 他一個白長說 他很討厭日本人 他說為什麼討厭日本人 他說 我去給一個日本兵 給他勝出 他問他說 他為什麼打你 他說 因為我就走路啊 我就吃東西啊 他說你活該 為什麼 他說 我在小學一年級 我就知道 不可以邊走邊吃 他說只有牛才會邊走邊吃啊 你是人 你為什麼可以邊走邊吃 你被打活該 我跟你說 這就是教育 這就是教育啊 他跟我們教育什麼東西啊 從小就開始 所以說 最後 因為時間也夠了 這個未來的歷史 我們要怎麼下 真的都扣大我們自己 我們也可以做打招 我們也可以繼續回去 沒關係沒關係 怎麼這麼多 時間在過很快 如白居過世 每個月就過了 我們是要讓未來 讓我們的驚驚順順順 說 你看 我們台灣現在這麼安定 這麼安基六順 是因為你們爸 你們公啊 有在討論你 有打拚 還是說 你等到日後呢 因為沒有人不會死的嘛 今天當我們有機會 替我們的子子孫孫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讓我們的子子孫孫 能夠看到未來 對未來能夠有所展望 有所期待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去做 這邊 然後時間也到了 謝謝各位 謝謝